好 現在想辦法弄壁掛的 螺絲拔掉 拆下來了 USB Hub Audio 麥克風 HDMI DP DVI 電源 螢幕關鍵旁邊 哇 這個都是 很重的鐵 今天那個還很重 首先這個沒錯 這個要接這裡 以後 橘層無 我可以叫 小普特 支援快摘 誒誒誒誒 那麼短 不要說你撐不起來 撐不起來我會那個吐血 這邊有的轉 可以把它的阻尼調大一點 它就能撐住 現在已經撐住了 好 我盡量讓它能往後縮 然後 又可以 收起來是往後擠到最後 但現在擠到最後這邊會突出牆壁 所以要來調整一下位置 這邊有點空間 好 現在收起來 好 如果要真的工作的時候這樣子 這樣子 它往上會有點阻力 它往下就 兩開都一樣 然後它這個其實 左右其實都會 隨意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會外交 這位置可以 我們可以放桌子底下 開機 好 好久沒有用這種Divo 現在我還是習慣用那個 你看 好 可以這麼近 這樣才方便 應該沒辦法全螢幕 隨便找個電 來看 放它桌子下 無線的有點慢 無線怎麼變這麼爛 剩一格而已 放它桌子底下生一個 吸附 這我最喜歡看的電 所以筆電要放來這裡 這邊的話 熏透不好 你看 你看 無線心腦太差了 好 現在大概弄到這裡了 然後我等一下再把Notebook 調一下位置 我覺得底下它這個箱子會卡交 我肯定會找的方式 那不可放到右邊去 會有那麼忙嗎 有時候剪片不需要特別去 或是有時候上網幹嘛的 其實 平常大概 有可能可以這樣子工作 好 我想去買了無線鍵盤 小一點好像還是太大 不習慣 安全再長嗎 安全再長 再長 再長 喔 累到這麼近 你看 欸 變成這樣子 嗯 再過去一點 讓兩個螢幕可以平行擺成 好 調整 搞得差不多 然後我剩椅子還沒有來 椅子看要不要開箱了 好 就這樣了 掰掰 讚 喜歡 記得訂閱我每天晚上六點 都會出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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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 請你們 下次見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